方便 大家好 我是Selena 這個是Miki 這個是Wan 哈囉 我們第一次全家一起開場 前面經過了10分鐘 因為這個人不上班 Miki你在炒蛋喔 你在炒蛋喔 你對這個人有興趣是不是 你還有當YouTube嗎 是嗎 你還要當YouTube嗎 要嗎 要嗎 那你跟Ti就好了 那今天都要來到 y qui 帶著大家跟我們一起住飯店 八九月的時候都很忙 因為我們有一個全新的課程 現在課程也上架了 同學也陸陸續開始學習了 然後加上我十一月就要去生二寶妹妹了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 欸十月的時候帶她多多走走啊 讓她享受一下獨生子最後的時光 對 但是呢又不敢去太原的地方 因為就覺得欸隨時已經 欸 很拍謝拍謝 拍謝啊 大家不好意思啊 好反正呢 她突然有什麼慘兆之類的啊 對反正因為也不敢去太原的地方 然後我們自己也很喜歡住飯店 住飯店就很有度假放鬆的感覺 對啊就出來走走 那這次挑的這個飯店呢 它其實是這個嗨咧集團 就是凱樂集團旗下的 我們這次住的這一間呢 它其實九月才剛開幕 對它才開幕一個月 非常的新 房間都有那種新裝潢的味道 但同時呢 它的定位也跟軍院不太一樣 因為大家知道的軍院應該就是比較高級奢華 然後這個它就是定下在比較親民 然後平價 然後這個小屁孩每次住飯店都很開心 這飯店它的位置比較特別 它是在新別產業園區旁邊 新中復讀行 所以其實很多有出差需求 或商務需求的旅客啊 也都會選擇這些飯店 當作一個住宿的選擇 這次特別選拜天入住嘛 因為我們隔天還是要上班 那我們呢 就要給大家來個Room Tour了囉 拜拜 這是一個家庭生活理財的頻道 如果你對家內容有興趣 就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新影片的通知哦 這一次我們住的是它的套房 就是比一般房型還要來的大 很適合家庭來住 應該要多了一個客廳 像這樣的房型呢 很多飯店可能都要破萬元 可是這裡居然不用一萬元耶 而且如果你是住比較小的 就可能三千多塊 標準房型 所以如果你是出差啊 其實三千多塊算是非常的划算 對 一打開門呢 進來的就是這個設計區 我自己是很喜歡它這個很大片的落地窗 然後因為今天雖然是颱風天 對 天氣不好 但其實你還是可以感受到它採光非常好 因為其實像颱風天的話 它採光一定是很差的嘛 可是因為它這整個很大片 而且是落地窗 所以你還是可以感覺到這個房間裡面 有一定的採光度 再來呢就是它有一個很寬敞的客廳的空間 然後它這個沙發還特別做L型的耶 然後還有這個傀咖的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舒適 好那再來呢就是它這個套房的類型啊 就有這種空氣清淨劑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貼心耶 飯店裡面很少會放空氣清淨劑 而且你會不會覺得有時候飯店一進來 就會有一種味道 有一些比較久的飯店 對 然後有時候你就住到那種房客不熟 不會覺得有煙味或霉味那種更好 而且我們又帶小朋友 對於空氣我們會更多要求一點 對 再來就是它前面這一塊 就除了我們平常可以看電視之外 這個很多飯店都 可是它最後用這個Sumbar耶 我覺得這個好漂亮喔 其實自己手機的藍牙啊 會有這種享受的感覺 對然後我就想說 早上10點我們都要跟團隊開會 明天也可以用一下這個 對啊 接下來呢跟大家介紹這個 它的小吧台喔 比較讓我們覺得很驚訝的是這一台咖啡機 因為其實很少飯店會放像這種 膠囊的咖啡機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有些飯店還是有就是膠囊咖啡機 但可以搭奶泡的真的是比較沒看過 對 而且因為我自己是喝咖啡 我只喝拿鐵 所以我覺得牛奶或是那種Cappuccino 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其實一般來說飯店房間裡面的咖啡 我基本上很愛喝 還有這個熱水壺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我覺得可能因為它飯店很清睡 它用的東西也都蠻有品味的 欸它的咖啡應該是綠瓜式的 綠瓜式 就可以用這個直接沖 泡房類型啊 對於像我們這種有沒有小孩的人 也是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就會比較早睡嘛 爸媽非常需要有自己的me time 沒錯 我們現在兩個人一起就是me time 哈哈哈哈 看一下電視啊 喝一點東西這樣 而且今天打就還有特別帶紅酒 哈哈哈哈 OK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一進門右邊的這一塊 置物空間超級大 就是放行李箱啊 然後掛衣服的那個空間都非常大 這邊真的是很舒適 就是可以掛多衣服等等的 那左邊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呢 喔它就是乾濕分離的廁所 它就是一樣是用那種免製馬桶 可是比較特別是它前面居然也有洗手台耶 欸其實我們有住過蠻多飯店 它也是分離的設計 可是很少有洗手台也坐在跟馬桶一起 對 就馬桶那一間都沒有洗手台 對對對 我每次都覺得那個手把有點髒髒 因為你沒辦法洗完 所以我還出去 對 接下來呢進到主要貴浴的空間 那貴浴的空間它左邊就是淋浴區了 它有一個浴缸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洗手台的部分 它因為知道我們有小朋友嘛 所以就會給我們一些小朋友背負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的東西好可愛 通常這個是義大利的某個品牌的小朋友的用品 是什麼有機的 對 喔它長這樣子很可愛 立的門這邊呢就是進到我們的主臥室了 也是非常的寬敞耶 主要的亮點我還是覺得是這個非常大面的落地窗 客廳跟主臥都有這個設計 所以其實如果天氣好的時候我覺得會非常的舒服 陽光灑進了也會很漂亮很有噴火的感覺 這個呢就是它在主臥放的會飛影 單人沙發然後可以翹翹 天氣好的時候坐在那邊看書 喝咖啡應該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現在住的是23樓 它這個view呢也很棒耶 雖然它是在都市裡面 但是它不會跟隔壁的東西很近 然後很有壓迫 因為樓下就是一條大馬路啊 這邊的那個視野有點像是市景 你可以看到的也蠻不錯的 然後另外呢它床頭有附一個軟牙的鬧鐘 它不但可以放音樂放出來 它這個喇叭功能之外呢 它也可以無限充電 睡前有自己習慣聽的音樂 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喇叭放出來就蠻享受的 然後它的插座也都是萬國插座 而且這個小小的我覺得好方便喔 感覺家裡好像很帥 對啊 家裡感覺也需要一個耶 很多功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跟大家分享的住宿喔 那其實它這個飯店剛剛有提到就是 它跟君悅雖然是同一個集團下就是Hired 不過定位呢整個就是比較親和一點 那同時整個裝潢的感覺啊 我們自己是覺得就是比較舒服 溫馨然後比較簡約的設計 那其實它這個附近也會有一些商場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去逛一下 到時候呢再來跟大家分享囉 我們剛剛出門了一趟 因為今天受到颱風外圍的氣流影響 整個輕盆大雨 然後我們沒想說走路直接去那個紅繪廣場 大概只要7分鐘 但是我們看那個雨勢 我們覺得我們一出去應該 氣氛應該就全失了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開車去好了 然後沒想到開車去 整個大排長龍 可能大下雨天 都要去往室內的地方活動啦 然後吃飯 那我們完全也沒辦法去排停車場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在附近找吃的 然後買回來飯店吃好了 那其實呢這間飯店呢 它也沒有room service 因為它的餐廳是跟第三方合作的 可是它的那個第三方是還蠻不錯的餐廳 是想吃集團的對不對 想吃集團底下的朵衣 朵衣 我們原本其實一開始下去的時候 先看看這個餐廳有沒有位置 結果也整個客滿 只好出去迷食這樣子 而且UberEat的外送店家跟外送午飯都很少 我看到它的那個下面有一個外送區 就是如果你點UberEat的話 它可以放到那邊 對 但是重點是UberEat的今天上面選項很少 應該是因為颱風天 然後雨又下超大的 Micky吃得津津有味 好吃嗎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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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在後面啊 那我剛才有發現我這個冰箱 它也跟一般的飯店不一樣 因為一般不是裡面會放一些飲料 可是其實他們放飲料也都要收費對不對 一般的那個飯店 UberEat是在房費裡面啊 喔 但是它這邊的就是比較沒有這個服務 我們來的時候它是空的 對 空的 然後我們自己去買東西回來 就是冰這樣子 主播客廳有兩台電視 所以剛好W想要看徐明希運動會 然後他可以看卡通 相當好的安排 Micky 你在幹嘛 Yeah Micky 你有看很多車車嗎 很多HOMECA對不對 PATATAT 今天沒有下雨 然後這個視野 非常的好 夜景應該也很漂亮 PATAT 它這邊還有一個健身房 而且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24小時一夜 半夜睡不著 或者像我這種初衷養生 五點就被我兒子吵起來了 就可以來這邊用健身房 還有一些商務人士 可能有時候會工作到很晚啊 然後還是想要運動一下 對對對 24小時健身房 在飯店界好像比較少見 好 我們來參觀它這個泳池 它是在三樓 但是它有一種被大樓包圍的感覺 對啊 有一種在市井裡面度假的爽感 我覺得這個風景超美的耶 高樓大廈中的一個泳池 就是大家都很忙碌 然後你在這邊爽這樣子 Micky 你要游泳嗎 要嗎 不要喔 它這邊有Micky最喜歡吃的烏龍麵 剛剛早上呢去吃了早餐 然後因為昨天甜蜜不好 所以今天呢去參觀它的健身房跟游泳池 然後早餐的部分我自己是覺得滿中規中矩的啦 就是小而美這樣 就該有的都有啦 然後雖然東西沒有到很多 蘑菇蛋都滿好吃的 它的中式西式都有 就比如說麵包啊什麼的 咖啡啊 稀飯啊都有啦 然後有一些比如說松露炒蛋啊 那些都滿好吃的 我們自己是覺得這個飯店呢 還滿適合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有個 workation 就是工作中想要有個小小的度假的時候的感覺 對對對 或是staycation 現在也很流行staycation 就是你有點只要待在飯店裡面 反正就是不管你要到附近來出差 或者是你在台北可能突然有個 兩天一夜空檔 我們覺得這飯店都滿值得推薦的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